九轴感应器 BPI-BIT使用的感应器是MPU9250 这个感应器 这个感应器它有一个程式库 所以你在它的GIT网站上面 有特别交代说 九轴感应器你必须去先下载它的感应库 就是把这个Github把它download下来 它是一个ZIP档 它会是一个ZIP档 那我已经下载过了就不再下载 那它安装的方式 在Arduino里面请你加入这个ZIP档 我们来做一次看看 草稿码里面加入汇入程式码 请选择ZIP 那选择下载 那9250这一个 确定 那因为我下载过了 它会说已经存在 那当你把它汇入程式库以后呢 你必须在管理程式库里面 去看一下你要的程式库是不是有打开来 那请你搜寻sigfox 因为我安装过了 所以这边1.0.4它是in-store的状态 也就是这个wiki页面讲的 你做完之后 你必须去确认它是开启的这里 你必须去确认说这1.0.4版的sigfox是开启的 已经安装的 这样才会可以使用 当你都做好准备之后 开启这个程式范例 要注意的是 第一个我们要界定MPU9250的硬体 它这边有特别说明 BPI-BIT 1.2版跟1.4版所使用的 这个数字是不一样的 这是0x68是1.4版 1.2版 那1.2版跟1.4版怎么去判断它 说我的BPI-BIT的版本是哪一个版本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BPI-BIT 在正面的地方 它会有显示 会有显示BPI-BIT 这里 那在BPI-BIT的 右下方 我们看一下 你会看到一个版本 这边看到1.4 V1.4 那表示我现在这个版本的号码是1.4版 BPI-BIT的右下方 你这样子可以来确认你的版本 好 确认你的版本 好 那我们再回来 好 这是我们的程式嘛 再来一个 你要确认一下你的Celia Port 你使用的频率 好 范例档里面是9600 那牵涉到你打开Celia Port的时候 这个地方你要选择的频率是多少 好 如果你是9600 你就要用9600 那因为我们前面的范例都是使用 115200 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115200 那在SetUp里面 就是界定说这个 好 规定说告诉他我们要用这个 然后 嗯 IMU要启动 然后就把它的Station读出来 然后不断的读出来 好 那启动它之后 在VLowUp里面我们就是 读起这感应器的值 然后把它修出来 好 我们编译一下 好 编译完成 写入 好 上层完毕 我们开启我们的Celia Monitor 好 它就会有数值来判 那这数值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回到我们的网页上面 它告诉你说 东的时候 它大概是在正90 南的时候是正负180 西的时候是负的90 北的时候是正负0左右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荧幕 还有我们的Celia Monitor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缩下来 当我们去移动这个 BPI Bit的时候 这个数值是会改变的 我把它转正 转90度 好像是负的 现在值看出来是负的 大概是负的 然后翻过来 然后翻过来 因为我还有板子还有上下的问题 大概我们也看得出它的数值会有变化 再转过来 再转过来 180左右 这个垂直的时候是这样 再翻过来 又回到我们的前面的数值 所以经由这样转动板子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目前这九轴感应器的值 它是在东南西北上下 它有三个轴向 S Y Z 轴 那出来的数值都不太一样 你可以使用这样子来去做侦测 是板子做什么 做了什么动作